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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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位印象比較深的哪一場戲 就是特別的有這個刺激的感覺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記得冬天有一天早上起來 有第一場戲把我們倆都拍酷了 是因為天太冷 你還記得嗎某一天 冬天第一場戲 你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 原來你記得是那場戲啊 可我記得卻是刪我那一巴掌 好痛 而且還不只是一巴掌 不是見衛嗎 真的不是 還有特寫 我要特寫 是咱倆誰是一了 為什麼我覺得是見衛拍的呢 你刪 我是一個很聰明的演員好不好 你忘了在學校操場上 你給弄我一巴掌 進行的時候導演說那一巴掌 他不夠有串抖的波紋 不要讓波紋抽上去 依稀好像有了點印象 我原來居然忘了 還真的打過你 好開心 一巴掌的導演說你又不要搞笑 然後你又自己說走溫情部分 我其實一直很想跟余老師一起合作 我還沒想到 我真的在我拍戲之前 突然有我的經驗 我打個電話說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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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想跟你 想探討一個戲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剛開始一起開會的時候 很多人回到我的身邊 他們那種創作氣氛 那種藝術家那種創作氣氛包裹著我 我突然間覺得很嚴肅的感覺 但是呢 在這個系列我還是覺得 是這樣啊 我覺得要張持有度 在一個系列 就是你該放鬆的時候 該有張力的時候 你要無限的去張力 你該收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回歸到角色本身 這個跟我比較經驗的演技 是分不開的 哈哈哈哈 沒有變成自我表揚了 真的 沒有沒有 其實還是 它還是有好玩的地方 當然會有 你別看我的地方 我可以